大家好,我是惠惠 在家做锅贴,有人用面粉水 有人用淀粉水,其实都错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块肥瘦肉的比例是2比8的 给它剁成肉馅 剁成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放入大碗里 往肉馅里面加入两颗的食用盐 来一点胡椒粉 一勺生抽 蚝油 再来点老抽上色 放入切好的葱花 姜末 浇上烧好的热油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调肉馅的时候加油 可以使肉馅吃起来更加的顺滑 不发柴 再打入一颗蛋清 继续搅拌均匀 这样使肉馅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这个肉馅可以说是万能肉馅了 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做馄饨都是非常的不错 给它搅拌上劲先放一边备用 提前把韭菜洗干净控水切碎 直接把韭菜放入肉馅里面 再倒入10毫升的熟油防止韭菜出水 先把韭菜给它搅拌均匀 再把韭菜和肉馅一起拌匀 像这样就行了 这里我准备了两块钱的饺子皮 取一些馅放到饺子皮上面 把两边沾上一点清水 中间捏合 把边边给它捏起来 两头呢可以不用捏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个小碗 放入一勺的淀粉 一勺面粉 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5克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备用 平底锅提前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把锅贴均匀的摆入锅里 把锅贴煎至金黄 像这个样的就行了 把我们调好的片粉面粉水倒入里面 摸过锅贴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把汤汁收干 大约6分钟的时间 汤汁已经收干了 出锅 来看一下 这个底部是焦黄焦黄的 超级的漂亮 这样的做出来的肉馅 非常的鲜嫩 不腥也不柴 外皮焦香酥碎 吃起来真的是太美味了 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好吃呢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选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